到六道轮回 谁做主宰 就是夜市种子做主宰 哪一个种子力量强 它吸引人受报 于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要想 我们这些种子 善我种子 哪个力量最强 如果贪心最强 贪的念头最强 将来到鬼岛去 贪跟鬼有缘 成会最强 常常发脾气 公告公慢 这个习气最强 它跟地狱有缘 多地狱的成分就很大 欲吃是对事情糊里糊涂 搞不清楚 迷糊涂 这愚吃 愚吃最强 容易多出生道 第三我道去了 如果我们对于 能力道的这个观念强 如果道德水平高 一念清净 他就到天道去了 念佛的念头强 念念是阿弥陀佛 这个人决定 往生净土 所以我们将来会到哪一道去 自己比谁都清楚 不要问人 问人 别人会骗你 别人未必真的知道 只有自己对自己是比谁都清楚 自己晚上 心底清净时候 你好好反省 我来生到哪一道 会看得很准 差物不大 夜阴古报 丝毫不爽 学佛要明理 要真修行 不明理 光是修口头的佛学 不行 无济于事 说得再好 没有做到 依旧搞六大龙黑 我过去 在台中学尽教 学讲 大师之菩营运动证 采取的注解 是古注 康复 康夕年间 慈云灌顶发四地 苏朝 大师之菩萨 云通章 苏朝 这个注解 做得非常好 讲得很详细 可是幕后 有一篇 念佛人 一百种 不同的果报 第一句呢 就是 堕 无间地狱 我看到 这一篇 大祸不解 念佛是好事情 纵然不能往生 总不会堕 无间地狱 我就拿到这个本子 见李老师 向李老师请教 老师一看 这是大问题 这不是小问题 我不跟你一个人讲 讲经的时候 他提出了讲 跟大家讲 老师慈悲 现在念佛 建个念佛堂 搞一个念佛道场 带领大众一起念佛 很像样子 如果他的目的 不是在念佛 是把这个当做生意买卖 来看 每一个人到这来 对他交钱的 他在这开佛念 这种心态呢 就是无间地狱 怎么也会死啊 有没有真有啊 不但现在有 古时候也有 古时候也有 这就是 这佛法完全无止啊 敢利用佛法 来骗财骗色 这都是无间地狱的国宝 这都是无间地狱的国宝 古得真真自卑 把念佛的利病都说出来 前头一半讲病 前头一半讲病 念佛的毛病 你犯这些毛病 那都有罪 后一半是如法 与经教理论方法完全相应 将西方极乐世界九平往生 这个地方我们记住 夜市中词 是阿赖耶的 寒藏的善火种子 这是烦恼的根本 烦恼的范围非常广大 与自己齐心动念 因与造作 有密切关系 动一个念头 阿赖耶的事里头 就有一个种子 最好 不齐心 不动你 有密切关系 反正的文章 就是要扶持人